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是回音回的 咕咚咕咚喝奶水 谁拉我也不起来 这是什么呀这是 当是青娘我是嗨 这有一个个谣的嘛 你没听过 徐老师兴奋了 徐老师兴奋想喝奶 我就是说啊 不是回音回道 这几张照片是一个话题 在网上引起万炮其轰 最近中国网友又义愤了 就是说 这个照片他觉得侮辱我华夏民族啊 就是你这个日本 因为你又拍到这儿 这么一个 在在中国农村啊 取景 旁边还这么多村民围观 是吧 很多人聊的那可就复杂了 比如说这些村民啊 他就在这看 就像话嘛 是吧 而且这个对当地的道德风俗 这是什么影响啊 咱们怎么能允许日本鬼子这么干呢 到我们这儿来拍这个 就反正这在网上啊 最近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这么一个事 不过我觉得这事就说下去会很复杂 因为你比如说你还牵涉到那些人来拍 如果他是拍片子的话 需要许可 如果我纯粹拍照片的话 他是不需要许可的 那么那个问题就不在于就是说 他拍照片有没有得到合法的允许 还怎么样 你就等于问那些村民 比如说当部警了嘛 现在很多人说 但那村民他不一定是被请去当部警的 那村民可能就是很自愿的 好奇 好奇 这很自然吧 你村里头来了这个 你瞧不瞧呢 当然都瞧 你看来了个动物 是吧 都去看吧 就没见过这样的动物 那所以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反过来讲呢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不要气蕾 平常呢 我们也很强 平常我们也 有的网友就说嘛 我们能不能到日本去拍这样的照片呢 不不不 他们不是要派佛龙姐姐去进国神社吗 对对对 但我觉得平常呢 我们也都很威风了 怎么讲呢 你比如说就看中国各大网站 所有门户网站 一点进去 每天你都会看到各种性感照片 对不对 比如说什么沙滩热女啊等等等等 那些照片里面 跟17大新闻并致 对并致的 对那些照片里面 起码有一半全是这些日本AV女优 嗯 他们的照片 而那些照片绝大部分我们都是非法上传上去的 非法弄上去的 没有版权的 啊 说的不好呢 他们这种软实力文化侵略 说的好呢 日本的这些这一小部分女性啊 对这个亚洲文化贡献很大 对而且呢 我们已经彻底征服了日本AV女优了 就人家你想想看 你哪里征服他们 他征服你哦 不不不你想想看 他们原来做这个东西是要挣钱的对不对 他那个公司拍这种东西也是要赚钱的 结果这些智慧产权全给我们中国人 大量的几亿几亿人的盗取了 然后他完全赚不到我们的钱 但是我们免费的易赢了他一把 对不对 这还不叫我们中国人长威风吗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嗯 我想到就是分极致 嗯 这个东西主要的是 这个旁边有小孩啊 照理说他这样啊 这种警察要管的 你你你比方说 在别的地方 比方说现在随便一个人 你跑到东京的街头 你穿的过分的什么 他他也可以管你的 你在你比方说东京的一个一个一个 任何一个场场所 你穿的过分的时候 要管的 你小孩这个不能看啊 你大人这个 不是 你你你聊这个分分极致 对 还有网友就是说这个 就说第一呢 他没有漏点 对吗 或者说咱们这方面到底有没有明确法规 在公众场所 或者在村里能漏到什么程度 对吧 那么另外他就说 而且呢 如果是说他拍完了 他发行出版给谁看 这个涉及到分极致 就是你这个分寸行不行 但是他就举例子 四届在上海 自己在一个地方这么拍 这个拍本身公安局是不管的 对吧 至于说你最后在大陆你要上映了 那才要晚 那要减掉七分钟 是这么个道理 但是这个地方是在上海的郊区 我看到那个网网说上海郊区 上海的郊区呢 我小时候去过劳动 其实呢 上海郊区在至少在六十年代那个时候 年纪稍大一点的女的 四十岁以上这些女的 夏天 她根本就不穿上衣 就根本就不穿 六十年代 小女女孩呢 姑娘呢 她就一块布 就像像手绢一样的东西 布冬 那么开放 就像他这样 他不是开放 他劳动习惯 平下捉弄 五逆饼 我捉弄 就是农民 那下乡的学生下去呢 就免不了要 就是但是 大家都听的毛主席教导嘛 这个要学习再接受再教育嘛 所以谁也不敢往那方面去想 你知道这个事情啊 你想跟不想是大不一样的 一个农民在那里露出一点这个东西哈 你当时你 你要想都不敢想 对不对 跟一个人现在这样拍 所以同样 我在想就是民俗学上 这才几十年的事情 怎么就这么一个地 同一块土地 同这些人 当初他们人人都这样 没事儿 今天来了一个日本的人 这样有摄影机这么一来 就变成了一个示众 大家就变成看看 这个就是 这是照一个北京的词 叫范儿不同 对 你比如说有些农民妇女 大概就奶孩子 整天会这么露着哈 但是他没有以性感 示人的这么一个范儿 对 你比如说你要是一农村妇女 平常习惯露两点哈 他要是摆出一个想勾引人的范儿 整天在村里哈哈哈哈 在这样 那可能 人民的观感就不一样 没错 你像这个AV女优 她是就是以性感 示人呢 对吧 不过说起来这个女优啊 看来也是 因为你知道日本的AV女优啊 所谓AV就是Adult Video 成人录像嘛 她这个 这也是一行 对这也是一行 而且很专业 我看这个不认识啊 但是看来呢 她那个身材啊 也是属于那种聚乳系的 聚乳 还分不同系 不同系列 因为她有的乳房达到某一个标准呢 尺码之后就可以归入叫聚乳系 Dcap 对 我也不大清楚 反正但是聚乳系呢 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啊 是不一样的 日本这个市场变得很专业的 就比如说那些男人去买这种片子看了 他会有的人专门捧聚乳系 那么聚乳系就有聚乳系的影像的文法 它的拍法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系列叫人妻系 就是那个女人呢 要显示出像个少妇 风韵油纯的少妇 像人家老婆 然后有一种系列呢 女大生戏 对女大生戏 那么各种各种系列 而且男人也都有系列的 你知道吗 这里面的男人呢 男演员啊 因为我一个朋友去做个调查嘛 他就说这个男人里面 男演员里面有一种角色 太奇怪了 这种角色听这个名字就厉害 叫知男 知是果汁的汁啊 知男 知男是男人的男 知男你知道是干嘛 你先扎汁的 对 你想想那个 他是扎汁 但他呢 是这个拍片的过程里面 从来不跟这个主角啊 这个女优发生任何性关系 他没有 他就扎汁 他就专门负责在旁边呢 很淫秽的 你那时候没有说话 对不对 在旁边看 哎呀 然后看了就不错了 就自己在那智慧 然后就表演诈汁 叫知男 这种人叫知男 就是最下等迎现的一种 一种 他也是专业 哎呀太逗了 你知道吗 就小黑瘦子 你知道吗 那儿这中间一女的 没穿衣服哪躺着 他也不上去 他就在周围围着 跟跳大神似的 拍胸脯呢 我说这日本人 那就叫知男了 这一行 枪枪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文道真是无所不知啊 这个做研究 这个我现在学会啊 就是应该提倡多元文化 这个世界上文化是很多的 你好比像日本AV的这个东西啊 它算一种亚文化 但是在另一种文化看起来 我们觉得这玩意儿 遭见妇女啊 变态啊 腐朽啊 这个独化社会风气啊 你觉得这些评价怎么样 对都说的很对 但是我觉得呢 你在批评他这些东西之前啊 你得先深入那个产业 就是说研究一个东西 我们很多种态度 比如说色情电影 那么有很多人 是真的研究色情电影 它作为一个电影产业 我把它当个产业来研究 比如说当时 研究食品产业 这么来研究行不行 同时呢 你要注意啊 就是同样是色情电影啊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色情电影 叫进步色情电影 还有进步呢 对 有一种色情电影 它其实是要颠覆色情电影呢 有一些色情电影的导演啊 他本身是女性主义者 一些女人 他就是想 我要拍一种色情电影 是要完全反对颠覆男人的 那种把女人当性对象的那种拍法 我要拍出就是女人得到快感的 是以女人为主体的 欲望主体的这么一种色情电影 也是有的 所以你要进去那个产业 你才能看他 他是怎么搞 而且你从AV产业 你看到日本很多东西 你知道吧 对 日本的文化 包括日本的民族 对 日本的压抑 各种各种的东西 而且呢你看日本啊 刚刚我说那几种行业 什么知南啊 什么东西啊 你看日本怪在什么地方 日本是任何一个东西 搞起来之后 他都习惯分门别类 都要搞得很专 高度的工具理性 高度的工具 高度的分工 所以他才会分出连什么女优 也要分这个戏 那个戏 然后片子啊 他也分的莫名其妙 有一种戏叫粪便戏 你听过吗 我听过 是专门玩大粪的 很恶心的 但他们就有 所以他们就 比如说玩电玩 我听过他们在娱乐场所 有表演 就是小便的 就是在玻璃里面表演 很多很爱看他们 所以你看他们这种就是 任何连这种东西 我们觉得那么脏 那么恶心的事 他们也好好的分门别类 也要有专业 然后呢 搞的呢 就跟你像这个艺术大师一样 然后有的人也成为那一行的专家 成为那一行的大师 然后要著书力说 而且现在文化研究呢 也把这个作为研究对象 他们做过比较嘛 他们做西方的片的女性的 就是色情片里面 女性都是做欢乐状的 嗯 就是yesyesyes的那种 对对对对 可日本片的女的都是做痛苦状的 嗯 打面打面的 然后日本人呢 就是说 问我去日本也跟他们 日本教授讲过 他们他们就是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跟他们到处强奸人 有没有关系 就他们自己 他们自己啊 觉得女的反抗痛苦呢 这个男的就来的 来劲 这个西方人在这种时候 就停下来 日本人在这个时候 他没来劲 但是问题是 他表现在什么 他痛过程非常痛苦吧 完了以后 那个女的一定要满脸笑容的 说谢谢你们啊 就是什么什么的 做出一个羡慕的啊 这个这个 请多关照啊 我这个表演不够好啊 什么什么 做出这么一个东西 一场一场表演 但是 玩了一把 但是他这个表演很真 你想华人的电影圈啊 这个拍这种戏啊 就是花巧 做很多很多 那个这个金平梅啊 什么做很多 但是都不认真 就没有真的东西进去的 没有真的实际的情况 日本人是真进去 啊 他这个职业道德也是 对 所以至少是三百六十行嘛 对吧 甭管他这行 至少要学习 日本人的认真精神 他也是吧 他干好事坏事吧 他都很认真 是吧 我们我们中国的行归不起啊 嗯 徐老师这事我正要跟你提提呢 那你说人家那也是一行 也有人家的专业 也有人家的丰工 甚至有人家的职业伦理 嗯 比如说他该表演成什么样 就表演成什么样 那你们跟你们学者好不好比呢 不咱先不学 咱先不学 学者是另外一回事啊 学者当然也有 我就讲也是这个圈的 也是演艺圈 比如说中国最近就有人跑出来说 他是做人家的替身 哦 有人演戏 他跑出来 他出来做替身 对对对对 你知道替身这个东西哈 你当初是拿了钱签了约的 就算你做替身 你是没有权利跑出来说 谁谁谁 那个你看啊 那个屁股是我的 不可以的 这个叫坏了行规的 所以你有没有见过美国很多片子用替身的 有没有看过替身跑出来说 啊我是汤姆库斯的替身啊 我是Judy Roberts的替身啊 不能出来说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旦出来说 你在这一行就别想干了 嗯 以后没人用你了 对 就是说你就彻底完了 嗯 那么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就会有人跑出来 我们不管真假不去讲他 为有人敢于跑出来说呢 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行规不那么严 这是一 就是说这个行规里面惩罚不那么严 而反而你要是能出名呢 人家就会用你 嗯 就是说我破了这个行规 我付的代价不是那么大 我受到的奖励很高 嗯 你明白明白 在这个道理一样在学术界一样 本来学术界哈 我要做学问的这个人 我要是做的不好 嗯 我这个学界就会对他有一个 大家就 对 坏了名声 这些东西太掉份了 对不对 口碑差了 可是在中国的时候你一掉份 在学界虽然掉份了 你在社会上获得了巨大的名利 对对对 结果呢 他反而成明星了 嗯 明白明白 所以在中国越界的事情特别多 嗯 你还记得coco吧 对我记得 在香港的这个这个是特别越界的一个广播处长 广播处长 那个朱培青 跟一个酒酒酒家女 酒家女 这个coco 你看酒家女跟一个达官贵人有这个事情 这个在世界上都有很少有酒家女敢跑出来揭露的 这就是行规了 对不对 可是他呢一国两制一跨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呢 他就有支持了他就可以出来揭露 揭露以后据说有人要签一千万请他了 对他真的从脱衣舞到到演艺圈起了 所以在中国的行规不严这个东西 我我自己看就是觉得跨行的代价太小利润太高 但是没法做老实人让老实人看着窝心 对对对我老老实实的我我认认真真我按照行规做事 可怎么那些犯规的一个个都占了大便宜 我俩都研究这个西游记 我们一辈子做研究 我也许做到五你做到四 可你明天突然把西游记画一漫画 你赚了50了 所以我在想 而且我们这个圈里的人还羡慕你 画好创新啊 你看一辈子研究现在西游记画漫画了 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可以值得探讨 就中国并不是向来这样 中国我觉得是到了现代才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我们老讲知识产权 对不对 现在讲知识产权就是用来保障你的创新 你的发明 你的一个专业的东西 以前没有这种法律去保障知识产权的时候 知识产权是怎么得到保障的 就是靠行规 有些产业到现在都还没有知识产权的 比如说最近我才看一些 美国两个经济学家做了一个研究报告 挺有意思 他研究什么题目 他研究啊 这个法国的厨师怎么样保障知识产权 你想过这个问题比如厨师啊 一个厨子 我发明一道菜出来 我弄一道菜出来 我精心设计 啪啪啪啪想的很复杂 弄了一道菜 我这个菜要是给人学了 大家都去学了 怎么样 那我以后我这行饭还怎么吃呢 就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那怎么保住呢 但是你看现在看到他们这个行里头 有个矛盾的现象 什么矛盾的现象呢 就是很多别的菜馆也都会模仿的 有些名菜 那怎么样去 这个为这种现象怎么发生呢 我们过去中国的保存的办法 就是什么 就我有秘方 我不传之秘 祖传秘方 祖传秘方 就指我一家真正志好 什么什么 法国人的做法是怎么样的 就是你是个大师傅 你发明一道菜 吃了好喜欢 然后呢你可以有秘方 但是很多人是愿意公开的 愿意公开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大伙也会做偶尔 但是做的时候呢 不要买他的名字 对 我菜谱上面会这么写 这个菜是豆文涛原创 我怎么怎么怎么改了 文涛扣肉 然后对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 哎呀这是他的哪吵戏 大家得尊敬他这个 要是谁挑取了人家东西 而不列明不致谢的话 大家就觉得那不像话 因为他们这行觉得这是艺术 没错 就是我创作的一个艺术 现在这都没皮没脸了 我跟你说很多行 明明学的人家的 没从来没有一个人 都是我独创的 我独创的 哎呀弄的这个 就说甚至还指责别人 他学我的他学我的 互相间就打这种架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想起真不如古人 古人我就觉得你看他画这个画 就是说曾经有一个大画家 比如说是宋朝的大画家郭熙 他深深的影响过我 实际我画的这个画都跟他的不一样 但是我为了向他致敬 我仍然要说是防郭熙的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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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向自己影响过自己 给过自己营养的人 一份一份敬重 一份尊重 对 你这现在哪有这个 现在个个都是我最牛 我最牛 偷了人家的全是我的 然后都不颠颠自己分量 就往有名的上面去靠 我不是以前讲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我来说行规最深刻的一刻 不是专家教的是农民教的 我以前好像讲过 种田插秧 要插一个头鹿 插到那个地方 要直直的 插这个人 平常没地位 插的那一天旁边 村里边的人 包括政治队长什么东西 全都是他的权威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插上去以后 那个第二个上去的人 得自己颠颠分量 你也要插的比较好 才能上去 因为你要是不好的话 你很快就把那个东西搞乱了 后面人就没法弄了 对 插一点的人不敢 所以他们到了第一个上去 第二个上 大家会有点谦让的 几个有点分量的人 来了 有了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但好的就是不客气 平常操我高调搞花样那些人 这个时候他们都不敢上 对 都有脸有皮的 对对对 哪像今天的文化界 没错 平常红现在这时候就要钻了 就是你没本事 至少你有脸 你知道自己没本事 是吧 现在是什么 现在谁都跳下去 然后说我插出了一个弧线 对 我搞了行为艺术 大家还喝彩 还有另一种状况 就是有一种状况 我可以跟这个刚刚讲 知男有所谓比较学术界知男 不学术超男 你也给知男 不知男 这是干嘛的呢 对 知男的特色就是看到大哥在干着呢 他在旁边叫话 大哥干得好啊 哎呀哎呀哎呀 我兴奋了 就现在也有一种学术知男 就是比如说他不真的干 他就一天到晚就捧着人 吹骨手 吹骨手 摇旗呐喊 哎呀做得好 哎呀大师好好好好 然后在旁边呢 这么去沾一沾微风 嗯 然后也一银一翻 一银一翻 我倒有点上去知男 精疲力精的拿点小钱 哎 最后分点钱 很多这种现在 你所以你说真是你现在 人家就讲你们这个专家 学者集团性的这种 算腐败吧 还是算什么 也都没皮没脸了 让做什么证明 就做什么证明 让出席什么论坛 就是什么论坛 让给开什么证书 就是什么证书 明明是个假古董 那著名文物教授啊就可以 我给你开证书 你这是唐朝的 没问题 所以最近回顾了 以前大公报的原则 不挡 不卖 不忙 不思 想想这四个字 谁现在做的